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高兴的日子 两个温州的一男一女到了澳大利亚 那么这两个朋友呢 今天呢住在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小酒店里 那么今天礼拜四明天礼拜 我呢还是让他们去找找房子 但他们呢有就是我前面也说了 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哎呀哎住到我附近的这个区里来 这个呢其实不需要 你其实只要住到适合自己的就行了 那么比如说 那么呢本来呢就今天呢 他们呢可能是希望我那个太太给他们 说一些那个法律上的这个东西 那么后来呢就是我是拒绝的 那么但是呢比如说你住到我附近啊 住到我同一个小区 其实这个其实没必要 那么呢 希望我太太来帮一下忙啊 做一些翻译啊 然后呢就知道一些情况了 这个呢其实也不太合适 现在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些年轻的那个朋友 为什么会有这种依赖感啊 其实你到了西方社会啊 你要去依赖别人 这个是很不合理合适的 很不理性的 很不和谐的一个这种方式 你不管到任何地方 哪怕你是在中国 你也要学会独立 怎么样 但其实呢最近呢 最近就是我跟我这个 我跟我有一个雇佣关系的那个QC的太太 其实教会了我很多这种西人的这种思维方式 但是呢就是我呢还是那句话啊 不要离我太近啊 因为我怕哈 我现在真的啊 一般的情况我看到真的都有一些慌 如果跟我一做视频呢就麻烦了啊 那么中午的时候其实哎 我说嗯晚饭我太太不来啊 这个他就有一些不高兴 然后呢 我说哎 不要住我离不要离我住那么近 他有一些不高兴 所以我做了个视频 后来我觉得删了啊 可能呢就是 他是的意思呢 他们两个人的意思是投奔我而来 其实我没什么东西可以让你们投奔的啊 我其实 我自己反正说实话也是 现在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也不是太好的状态 那么呢也是 现在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也不是太好的状态 可以让你们投奔的啊 我其实 我自己反正说实话也是 现在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也不是太好的状态 那么呢 可能有些东西